你们知道大年三十 被二十多人群偶是什么感觉吗 而且在缅甸 在缅北 我帮 我长这么大 不去牛逼 我爹都没打过我一下子 我在缅北 被二十多人群偶 啥也不因为 没招谁 没惹谁 一块手表 当时我带块卡的药 六万多一块卡的药手表 打击碎 真的 不明白 下午的时候在园局吃饭 吃的我跟大家讲了吧 不叫山珍海味 那纯叫山间野味 就大家没吃过的 蟒蛇肉 穿山甲 狼肉 我不知道这个你们吃没吃过 包括汤那边养的那种小猪 小黑猪 就能长五六十 就是那个猪肉生吃 切片 蘸的酱油和小米辣 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 还有螃蟹 东西啊 园局也是很牛逼的 不差钱 那吃的全都是嘎嘎的 那你看开 老四 你肯定吃过呀 他就说晚上看绵笔电话 当时我想 园区里啊 将近40个民兵拿着AK 对着天上 一缩子子弹 干完之后地下鞭炮 继续放 笔花继续放 然后我不说了吗 丽哥特别开心 非要带大伙出去 终于给机会了 说他开心了 来年都牛逼 带我们出玩 当天晚上我就觉得不是好事 其实我自己就预感 我不想去 我说他跟我不想吐 我感觉今晚没好事 预感不好 其实真的我第六感觉点 没事今晚必赔我 开心 跟我出去你怕啥十三 怎么能逼的 结果到了酒吧 开了嗨包 老四知道缅甸的嗨包 这干嘛 开始玩 玩完之后没意思 出去外边有舞台 这家一帮本地的妹子 各国的缅甸的 姐妹债老婆的啊 什么妹子 呱呱呱呱 泰国的 上去跟他跳舞去 跟他嗨 我当时又喝酒 就那啥子 我就飘的不行 他利哥他弟弟兄弟保镖吧 已经干停机了啊 这个东西懂得懂啊 老四肯定懂 玩停机了 但他突然起来 帮着一大脚 闷我脸 我当时在沙发那边坐着 快睡着了 然后一堆人上来 还我票票选 这种干 这我就干傻了 真的 真不知道啥叫疼啊 老四 真的疼的 没有感觉 不知道疼 我就很拿木 我就问那个阿文 我就问那个老板保镖 那别人给他拿大管 还给我过来 我这拍他脸当 我说阿文啊 因为啥呀 为啥打我呀 阿文在这 碰到脑 大 然后那边一堆人拉着 那个打我那边 啊 别人还叫削呢 太打脚踹 张嘴 全是脏话啊 满嘴都是 头肚分高 我现在我也学会 屏蔽敏感词了 终于成长了 我又他妈的 嘎嘎的 别人玩两个大嘴巴 那别人还不知道疼了 都玩大了 我来你告诉我 为什么打我 就是慌张 我真的 当时我就干极了 你知道吗 我别人一批 我瓶子 我过去了 一般人拉着 那个打我那 我上去 一瓶子 干脑子 就脑子上 一哥们给我锁喉 勒着我了 我扣擦一下子 直接就扎着 浑身真的 我就穿个裤衩 当时 全身喷的都是血 然后老板的亲弟弟 立哥的亲弟弟 阿军出来了 也逛个大网 当时我玩蒙奇了 傻了 所有人 跟杀猪一样 把我踩到别的包房里 没有人的包房里 他没滚 真的 当时身上全是血 不知道你们见不见 疯了 手表也好 杀了 全干洗洗 外边打着乱逃的 屋里边 这小五 问我为啥 因为啥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开开洗洗洗球 这过年了 为什么打 真的 然后 压到宾馆 打我 压到宾馆 俩人卡住 怎么说了吗 拿到这个 顶着脑袋 第二天 起来 给家里发视频 要钱 要费 要费 那个没事 脑袋开瓢 抹点药 切点膏就好了 那个 进ICU了 没钱了 我说多少 我说最少 五万 我说没钱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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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